英哥最著名的特產是什麼工藝產品呢 陶瓷瓷 正確 顏料中黃色顏料加上藍色顏料會變成什麼顏色 綠色 正確 世界衛生組織的英文縮寫是什麼呢 WTO 下一題 WTO 正確 柳成龍開了一間什麼店 PASS 下一題 世界最高樓哈里發塔位於哪一座城市呢 杜瓣 正確 不是每個戀曲都有美好回憶是誰唱的 林志穎 正確 在麻將遊戲當中三元牌是指哪三個 紅中白皮發牌 發發發發 紅中發牌 正確 紅中牌 浪費五秒 Just in case是什麼意思 以防萬一 正確 多億的金色證書是幾分以上才能拿到 多億啊 PASS 下一題 二戰當中被投放在廣島的原子彈叫什麼名字 這原子彈啊 PASS 下一題 我師父我在 是哪一位哲學家的名言 蘇格拉底 下一題 下一題 在動漫航海王當中 焦慧魯夫霸氣的是誰 PASS 下一題 下一題 停 停 停給我停 這45秒了 你都來PASS 你每一題都給我PASS 到底他們要出幾題 不是 我跟你講 你要問他 他已經問到齁 我整個人都空掉了 所以我一直想說應該要換一個人 而且紅哥還跟題目對談 對啊 不是你那個三原牌你 不是他白髮白髮 白髮 他會緊張啦 就這樣而已啊 不是換人一下 其實我跟你講他前面還算滿穩定的 然後那個世界衛生組織是WTO WTO 因為你先打了WTO 你後面雖然打對 可是因為你第一次就打錯了 所以就錯了 所以我才說下一題還是給你 然後呢那個韓劇義能 柳純龍 他開了詐欺 因為我對韓星 因為我本身比較注重台灣文化 台灣電影你就會知道 台灣電影 請問第二集裡面開公車那個人是誰 黃康威 對 對 東西的方式不一樣 對 好啦 你說海賊船啊 什麼魯夫我怎麼知道魯夫 海賊船 台灣 對 然後呢還有一題是多億 多億 多億的金色證書 要860分才可以 這麼高喔 這個我們可以問大成啊 像多億滿分是 多億滿分是900 9 990 所以一般說多億很厲害 900以上就很厲害 就很厲害 因為多億它有分最厲害的是 金色證書 860分以上 然後再來呢是藍色證書 藍色證書呢就是大概 720到860 最低的是橘色 橘色就是那種 10分到100多 就橘色 對 橘色 所以多億是有分顏色的 然後再來是 有一題是二戰的時候 在廣島投下的原子彈 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你看豪平就知道了 有看澳本海默就知道了 對啊 因為這個是 比較算是小眾的人會知道 對 因為澳本海默 它又不是台灣電影 所以你不知道 對 你說說台灣的職棒有幾對 中華職棒有幾對 幾對 幾對 現在是五對啊 明年會六對 新的一對叫什麼 台剛啊 哇 哇 而且我還聽說 吳念廷會回來 吳念廷是誰的兒子 那個 吳富蓮 吳富蓮的兒子 對 你問他們也不知道 我們這是體育節目嗎 對啊 然後我是顧我在 是迪凱爾的明年 吳富蓮 因為迪凱爾是這種 形上學 從思考到觀察到最後確信 三個步驟 因為我現在發現到 因為他出的題目 跟我的認識越來越遙遠 是 人生經驗比較遠 對 我是真的想換人 那你要換大根還是凱希呢 換大根好了 凱希 當然比較難一點 凱希很聰明 凱希很聰明 他在他那個醫治遊戲節目很厲害 很厲害 你看凱希 你如果不行 你隨時 如果時間還有 雖然洪哥把我們 還有95秒 不是啊 我們現在是45秒 不是啊 45秒 不是洪哥跟你報告一下 你用了54秒再Pass 對 你是45秒 對方還有85秒 不然敢不敢 這一題讓對方先 他們才用14秒而已 對啊 這一題讓對方先 可以啊 因為本來就是他先 這樣洪哥就一直答不出來 對 對來 那你們先嘛 你們先好了 我們關主先好了 好的 老師請 在電視劇《想見你》當中 柯佳燕聽了哪一首歌回到過去 正確 衣物的洗衣標示當中 三角形表示什麼呢 那顆水洗 蕭怡 在DC英雄當中 超人是哪一個星球的人 不知道 蕭怡 在動漫《七龍珠》當中 那每顆星的神龍可以許幾個願望 蕭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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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以為你是導播 不是 蕭怡 蕭怡 我發現你的蕭怡跟我的差距過來 蕭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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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如果你在PASS 你沒有得PASS 不可能 前面兩條命都要掉了 沒有在節目還沒練 我現在要不要打了 喔 不敢 但是要他們先打 確定喔 你們不能再上來囉 蕭怡 蕭怡 我們讓難得來 時間不夠長 我們加個20秒 沒有 78秒加20秒 不是 你就講嘛 加結多少錢嘛 加20秒到什麼 加一下 就叫人加結 我是別人要撿 不夠長 加個25秒 這個怎麼錄 你們都確定喔 加一下啦 凱希確定下來了 他們兩個不能再上去囉 加油 再加20秒 等一下我認真問 製作人加不加 加啦 加了啦 製作人對你們多沒有信心 49 49 49 加油 這幾節目製作人大概喊架了 我跟你講 這裡就是個菜市場 那是因為有你們這些神經病 因為剛剛洪哥也為我們貢獻了很多知識 所以我們把他們加到50秒 太好了 優質單位 好 下次要找我來這節目會有趣 那我還覺得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節目會帶人家 本來會很失望 突然凱希上去 欸為什麼這兩個是失望啊 對 我覺得活了很有價值的 沒關係 我覺得你們兩個 錄完之後 我爸爸會打給你們 那他在調到50秒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來考慮一下凱希的題目好了 對啊 那個洗衣服當中的三角形 是可以漂白的 對 如果是水洗是一個盆子上面有一碗水的那一種 對 然後呢那個超人是克星球 克 那你拿到龍珠啊 可以跟神龍許三個願望 三個願望 對其實你現在想一想都蠻簡單的 沒有我沒看過七龍珠 真的啊 真的沒看過 他哪有看過什麼啊 卡通 因為有白書那些 因為有白書 小顏王 你們不要再怕死了 給你們看這個遊戲該怎麼 唉唷 50秒 加油 50秒喔 他們先 好那50秒 以後那我們關主先好嗎 關主先答啦 來 好不好 準備好了嗎 好來 不要再鬧了 老師 請 在新式車牌當中 不會出現哪一個數字 4 正確 日文中的漢字 切手是什麼意思 PASS 嘉一提 清朝皇帝當中 乾隆要稱呼康希為什麼呢 嘉一提 爺爺 綜合所得稅是每年的幾月申報 5月 正確 韓國電影《施速列車》的男主角是誰 小亮哥 錯 下一題 我是說 在座的各位都是勒索 這句話是誰說的 斷水流大師說 錯 這句話是曲中橫 電腦鍵盤上A的右邊是什麼鍵 PASS 下一題 知名景點 黃金佛手橋位於哪一個國家呢 PASS 下一題 根據道路交通法規 機車紅燈右轉要罰多少 下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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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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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 至少 我很有自信的回答出答案 我不會 PASS 我是90 你就是蝦蘑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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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 不是我們不是你最貴的嗎 來 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也很想好評他們來 可能 只剩你一個名額 對 好不好 你信我 剛剛的先聊一下 他到底有什麼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是他們真的太吵 我聽不到 而且 為什麼 那句話是斷水流大師用講 那句話是曲歌配的音 是曲歌講的 對 在座的各位 那是斷水流大師兄林國斌 那個角色 那個角色 對嘛 對嘛 那那個 首先 漢字的切手 其實就是郵票的意思 對 豪平會講日文嘛 那個郵票 對 切手 郵票 因為切服手型都是票據的意思 所以就是切手是郵票 然後呢 還有剛剛其實乾隆跟康熙的關係 你是指導的 只是答得比較快 就比較可惜 然後 電腦鍵盤上面A的旁邊 沒有比我沒跳 WASD啊 就是每次我玩遊戲都是WASD 我就沒知道 對 他會玩電競他就知道 A就在S旁邊 ASDF 有沒有 GH H KK 那你知道啊 因為你們太吵 你們太吵 然後還有呢 根據道路交通法規 1200 不好意思 這麼便宜啊 對 600 還是不要再違規這樣 然後黃金佛手橋在越南的縣港 對嘛 越南縣港的那個手在橋上 對 越南中部縣港 是是是 然後航海王魯夫吃下的是橡膠果實 橡膠果實也可以吧 因為惡魔 其實要算對 應該要說什麼能力的果實 對 沒錯 不好意思 其實你不差這一題 不差這一題 對 對 三角形的內角總和是100 對 對 你怎麼會講90 你怎麼會講90 你現在說效果嗎 我很有自信啊 你們有沒有 你們只有Pass 我們才180度怎麼打90度 好 可以可以 還有15秒 我們讓 你們改不改 關主先 一開始的時候先微笑個5秒鐘 我剛剛都打小兩個 對啊 合理合理 被瞧不起 準備好囉 關主先打幾分 請 木村拓塞的妻子叫什麼名字 功臣淨香 正確 一般民謠吉他上有幾根弦呢 六零 正確 足球正式比賽當中 一局要打幾分 十一分 正確 倚天屠龍記當中 藏在屠龍刀裡面的兵法是什麼呢 下一題 下一題 位於印度的太極馬哈林 太極指的是什麼 印度那個什麼 皇上 下一題 股票當天買進 當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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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到 這一題不算啊 當衝不算 真可惜 屠龍刀裡面的是 五目遺書 五目遺書 因為五目就是岳飛的名字 另外一把裡面的是九陰真金 九陰真金 厲害 那其實 武林至尊屠龍寶刀 因為屠龍刀裡面有五目遺書 你有了他你就會 調兵遣將 就稱霸武林 但是倚天劍的必要就是 他裡面藏了九陰真金 如果拿到屠龍刀這一個人 變壞的話 你就可以拿倚天劍練的九陰真金 去制服他 那如果兩把都給同一個人拿到 會什麼 其實他 你就是兩把要互相打 互相打 然後那個裡面東西才會出來 對 他其實就是藏在裡面的 是 然後呢還有一個是 印度 印度的太極馬哈林 其實太極馬哈林是印度的國王 為了他的皇后而蓋的 是 然後大家都以為那個皇后叫太極 其實不是 太極在印度化是皇冠的意思 因為最後國王死了 差不多 他也跟他和皇后一起葬在裡面 我知道 我知道是這個 對 是皇冠 他是物品 但是他講皇上 皇上是一個人 我們還是恭喜 關主有幫我們成功的獎 來 哇 很厲害 是不是在台下很會講 然後計時開始以後 腦子一片空白 對啊 而且我看到在台上的時候 其實他的那個心態是 自信 是有自信的 我很穩 大概是亂七八糟的 什麼就是我很穩 很穩 很穩 我都以為你對 我們很穩 下一題 而且你們剛剛呢 那個答不對的時候 我默默都有聽到 這一隊他們有講出正確的詞 對啊 對 我們是在台下講得比較順 當然就是怕 到後面這一關確實 很有抑制節目的感覺 有了 哪一關沒有 對 整節目的最後五分鐘 有這個感覺 最後有做到 知道我們是意志節目 對 我們還是要勝選來賓 對 我跟你講 以後他打電話給你 然後說你的隊友 有陳大天跟黃浩屏 千萬 接下一場 接下一場 但是今天呢 謝謝呢 我們兩隊熱情的參與 謝謝 也是給我們的關主 又幫我們走下 我們的見地大家 最重要的是 謝謝觀眾朋友們的收看 我們百變自托星 下次見囉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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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